大家这里是迅速飞翔 我们都知道大家无人机有好几种跟随 直线跟随或者后退跟随或者是平行跟随 然后我们这里来一个一个试一下 首先是最简单的直线跟随 就是我前进他跟着我前进 进入到这个跟随的界面 把无人机调在我们的背后 点击我自己 OK 这时候就进入了正常的跟随 这个时候我们往前走 无人机就会自己往前跟 然后想要让无人机退后 我们前进需要怎么设置呢 答案是不用设置 现在无人机很智能 但是前提是他有后避站这个功能 比如说起码要A2是吧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直接往前进 你看 他就会自己往后退 好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平行跟随 平行跟随是需要设置的 先把这里关掉 先把无人机飞到我们的侧面 OK侧面 然后我是要往这个方向走 点击最下面这个按钮 点击平行 然后选择我迟到了 还是以我为目标 好了 现在我往前走 看一下无人机 然后我试一下转身 再往另一边的方向走 可以看到 他还是跟得上的 所以呢 说白了 其实就是只有两个跟随选项 要么就垂直 要么就平行 然后前进后退 其实是无所谓的 这个视频够简单明了了 飞机归位